剛剛有遇到一個問題,我覺得應該也需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尤其是藍數少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算第幾藍 但是現在有遇到一個問題,藍數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用數的倒也不是不行 可是如果說藍數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什麼?用抓它的key取得它的value 所以其實傑森最厲害的地方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用key就可以抓到它的value 這個概念可能慢慢割要一點,也是慢慢要習慣 所以假如說我如果不需要產生例12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例12實際上是把這個字典的value部分全部都抓回來 但是其實理論上好像不需要 因為全部抓回來有點浪費時間 如果你只要roll多的話,可能會讓程式跑得比較慢 還有呢,藍數太多了,你光要算數字有點麻煩 所以第一,假如我們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法,用key的方法來抓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改? 所以如果要改成key的方法 第一個,請你把這一行怎麼樣?把它delete掉 或者你按Ctrl-1 Ctrl-1就是前面加個緊字號,註解掉 如果我不要加這個,我要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呢? 字典裡面的key去抓它的value的話 那怎麼寫? 特別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已經有字典,對不對? 你就拿這個字典,Ctrl-C 然後呢,直接怎麼樣? 在例12的地方把它蓋過去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喔 你就給它什麼? 給它它的key的名稱 比如說呢,新北市的話 它是在哪一個欄位名稱裡面呢?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我比較推薦你用什麼? 用這個啦 JsonEdit 那裡面的話呢,有一個county 所以你就把這個county的key,Ctrl-C 那主要呢,它回來就是這個value OK,所以你就把這個county有沒有 把它貼到這裡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喔,假如呢 你欄數比較多的時候 那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就不需要說把所有的value全部抓回來 再做那個,抓其中的幾個欄位 而是直接去抓那個欄 抓那個key的那個value就可以了 那所以底下的話一樣 這個都可以改 那改的方法 那改的方法 這個的話 這個應該是喔 這個的話就是DICTE 所以比像this2部分 全部都可以改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DICTE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名稱 所以第一個名稱的話 我們就不用算了 我們是抓這個,這個名稱 所以你就把這個名稱 我是建議喔 你在抓名稱的時候 可以用Ctrl-C,Ctrl-V 最好是用複製貼的 這樣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打錯 不然的話 我發現很多人 照著打還就會打錯 OK,所以建議喔 用複製貼比較不會問題 那第二個欄位的話 它是AQI嘛 所以這個用自己打 這個應該沒問題 AQI 那這邊這個欄位好像是PM 這個是PM10 那這個是PM2 PM2.5 然後這邊的話 是Publish的Name 所以這個 這個建議是Ctrl-C,Ctrl-V 比較不會出錯 反正寫層次是這樣 你盡量找出一個方法 不要寫錯層次就好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錯折感 OK 不然 雖然說沒幾行層次啦 但是我發現喔 如果用考試的方法 還是會有 應該會有蠻多人 應該會有蠻多人 會卡關的啦 OK 所以要想一個方法 讓自己不要卡關 OK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這一行 槓掉 就是不需要一個List2 直接拿上面這個字典 拿來抓它的Key 得到它的值 就OK了 那這個方式的話 我是覺得 比較適合就是說 你藍位數量很大的時候 那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會比用 數第幾個好像會 相對的比較 怎麼講 比較直切啦 我覺得 所以兩個方法 你們都可以參考 我自己個人習慣是比較懶的 我習慣用List2 因為這樣算幾個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結果OK的話 那這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可以把剛剛的那個 用List2的部分 結果應該沒問題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比較準 這個 細紙沒錯 然後AQI這個沒錯 更新日期 所以結果呢 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問題 那至於說 有什麼差別 這也沒什麼差別 你說效率會差很多 其實跟各位講 很多時候 因為電腦現在都太快了 除非說你那個資料量 超過百萬筆 或者是千萬筆以上 不然說真的差那個 千分之一秒以下的 你根本就無感了 好像之前我試了很多方法 反正呢 因為呢 差距都不到一秒鐘的時候 你根本你都不會想說 到底 寫哪一種方法好 哪一種方法好 你自己最習慣 不會寫錯的方法最好 OK 所以 那會不會有效率執行 當然一定要有 可是那個應該不是最優先 你需要 要去 去 重視的 我覺得 OK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 應該是什麼 不要寫錯程式 熟練它 這樣應該比較重要 至於效率 不是不重要 但是應該是 等到你已經是一個 很厲害的那個 寫程式的 高手的時候 那個才是問題 就像我到我目前來說 我慢慢比較不會 care速度問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而且RAM也太大了吧 以前 我們大概 二、三十年前 那個年代RAM 才幾May的時候 當然還是斤斤計較 CPU才486 586的那個年代 那個電腦速度那麼慢 當然你要讓它加快速度 那是很重要的 可是現在隨便一個 現在連物聯網的那個 CPU速度都比以前的 快太多了 RAM也比以前大太多了 隨便一個樹梅派 現在之前一區 現在兩區 現在都四區 八區慢慢都出來了 所以以前是問題的 現在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把它RAM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 下一個題目了 下一個題目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二零一 請各位看一下二零一 好了 再來的話 就是 二零一部分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剛剛這道題 其實在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你搜尋AQI 這邊其實也有 空氣品質 AQI概況 這裡 這邊也有 可是 不太知道 一不一樣 這個裡面的資料 點進來 但是你會發現 它好像 比那個 證照考試的 還要困難很多 有沒有 它如果 假如 我們換個題目 你會發現 光這個 它裡面的複雜度 就 增加許多了 因為它外面是什麼 外面是一個 大瓜糊 然後一個Key 那我們要的東西在哪裡 我們要的東西 應該是在裡面 也在一樣有 新北 有沒有 在裡面這裡 可是我要怎麼樣抓到裡面 其實應該在這個 Key在這裡 Recourse 後面這個東西才是 所以 一樣 如果你要 抓到裡面的東西 最簡單的方法 Ctrl A C 我是建議 像這麼複雜的結構 你乾脆還是 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 JsonEdit裡面 然後 去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你會發現 它外面是一個 是一個字典 字典裡面的話 其中我們要的資料在這裡 在這個字典裡面 有一個 這個Key叫Recourse 所以你可以用 Recourse的這個有沒有 先抓字典 然後再抓這個Recourse裡面 那就會抓到84筆資料 84筆資料裡面的話 就有再一個字典 這個字典裡面有25個欄位 跟剛剛又比剛剛還更複雜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習 有時候你說 老師我想要換一下 我不要用剛剛那個檔案 我不要用剛剛那個連結 我用這個連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結果能不能做出來 一樣可以啊 沒有問題 只是說中間差別說 你要怎麼去解析 這一個字典檔裡面的結果 其實也不難 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印象說這個好像 這個解析 好像在雲端白板裡面 好像有曾經做過 好像在0601裡面也有 看到0601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那個政府開放資料裡面的那個AQI 那如果結果假設也要跟徵照考試一樣的話 那你要怎麼解析 可以試試看 這個印象中好像有 我記得我有放在上面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找找看 看 反正就是 方法都差不多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字典 然後這個字典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key 叫做recourse 所以你用recourse剛剛一樣 然後把裡面的字典 84個全部抓回來 然後呢 要抓一樣是抓 它其實一樣會有the name assign name 跟county 這個好像 藍文名稱都一樣 那publishing tie也是一樣 所以 基本上呢 這個是完全可以相容 剛剛的那個題目 只是說呢 你必須要 因為它的結構不同 你可能要改一下 它剖析的方法 試試看